比起卫义性包括尤德、麦里浩等来 彭定康更注重意识形态之争 这也是他就连感动后大力在香港买雷 已挣扎日后中国管制香港困难程度的原因 倒是前感动可是他们不一样 当末代感动彭定康对中国香港问题指手画脚的时候 他的前任卫义性却于禁令英国上议员发表称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告诉特区政府应该做什么 卫义性当场用标准的汉语说出四个字感能治感 并称这是值得成长的代表了香港的未来 在我看来卫义性与彭定康之所以不一样 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在任职香港的年代 但更重要的是是否心有良知以及是否有远见着实 卫义性10月20时旅于香港上议员就香港问题进行辩论时 不仅非常清晰地阐释了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 而中国政府执行值得称赞的感能治感政策 更明确的一点暴力示威不应该被拢了 卫义性坎坦坦曾经的香港可不是这样 这是香港50年来未出现过的严重事件 他力挺香港警察说他们一周一周地承受着压力 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威胁 他们正在上学的侄女也受到了威胁 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 1992年接替卫义性感度职位的是彭定康 彭定康总是摆着一副香港救世主的架势 多年以来持续地只会香港高得自己像影子感度一般 在卫义性10月20时旅上议员讲话之前 彭定康又对香港问题大方绝齿泪通 他在香港出台进门面发誓疯狂之举 在今年的香港分拨仪式 彭定康还呈狂妄地声称 香港已无民主极尽鼓照之能使 我们不仅要说真是见了鬼了 彭定康自己当年冷感度称是民主产生的 这不是英国女王派遣过来的 如今竟敢在其他一个地区政治行为万家之品 殊不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恰恰是依据基本法民主顺举产生的 我们可以说因为彭定康是末代感度 其看香港的诗人视角可能终离不开 小楼卓卓也有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愿民众的感觉 可作为政治人物理性总该有吧 为一些对中国的理性看待来治愈他的经历 早年他成在港大学习过两年中文 1963年就被英国外交部跳前北京 比起彭定康来 卫义行是为老资格的中国通 1977年他重回香港 任当时的港独麦里浩的政治顾问 亲身经历了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 1986年 十两港独尤德爵士普兰适时 英国政府最决定以卫义性接班 彭定康在登任港独之前 承担了英国保守党主席 比起卫义行包括尤德卖力得好的人 彭定康更注重意识形态之争 这也是他就能赶读后大力在香港买雷 以增加率后 中国管制香港困难程度的原因 不得不说卫义行和彭定康不同的表态 不仅显示了两人的政治生涯之不同 更显示了作为一个人是否有良知的问题 10月24日的上议院讲话 不是卫义行第一次在香港问题上表态 回顾他的每一次表态 都能看出他是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发言 2017年6月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 卫义行在伦敦接受香港媒体擦饭是澄澄 感度的要求完全不可信 无论在殖民地时期或是现在 香港成功的要决就是政治上 不要被北京视为威胁 卫义行把话说得如此明亮 他告诫感人 事实证明九七悲观论是错误的 在卫义行引力20世纪90年代 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 一些感人带着不必要的恐慌悲观的情绪 成为当时的港英政府带来了麻烦 但事实证明中国实行的 一国两制有效运作 香港回归以后得分远点 远远地打一吃分点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 盆定康却做了些什么呢 盆定康每次跑到香港 除了感叹一番 自己如何怀念香港的好就是在搞事 见感度分子之招会感不倦 从卫义行和盆定康的不同表态 也能看出 这两位前感度的眼观不同 卫义行无疑是有远见着实的 明白世界潮流是如何浩浩荡荡 而盆定康尽管来自曾经的绿部落敌国 却有着令人感到可笑的倒民心态 作为英国的外交官或者是感度 维护本国利益无可厚非 譬如卫义行也曾向邓小平突出国 如果北京同意英国是否能拒诸解心解 然而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中国的响应 这也让他认清了大事 先向在主程问题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价还价 必将碰一笔指挥无国而终 在香港回归后 卫义行多持接受各国媒体 包括中国香港内地媒体采访 都对邓小平有较高评价 同时看好中国未来 而盆定康呢 摆出一副可笑的罪恋 在香港搞事的同时 他还批评如今的英国政府 称英国向中国低头是一种错误 殊不知中英两国本来关系尚可 有着海阔天空的发展前景 然而如今 就是盆定康这种货舍 把中英关系推到了沟里带 想来这也是英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 不得不说 卫义行与盆定康 两人似乎只有一处共同点 都指称自己的职业顶分 非感度一致莫属 这是一个在祝福香港 一个不惜毁灭香港 盆定康对香港内部事务 指手画脚 有关举动引来了香港社会各界 一致谴证 中央政府对香港实现 普选的立场和诚意 赵毅一尺尺清楚表达 仍然就在传感上下 正为设计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具有香港特色的铺顺制度而理性沟通 两性互动的时候 盆定康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香港唯一缺乏的就是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 而香港吃招都会拥有这个权利 盆定康在接受装返时表示多年的感度生涯 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花费了太多时间谈判 而不是直接采取行动香港社会有能担心 中央驻港机构及组织会侵蚀本港的自主性 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肯定受到关注 他强调英国和香港因在经济和文化保持密切联系 英国对香港能有的责任我们不应该忘记 盆定康神称敢能要警惕确保自由不会被慢慢侵蚀 甚至明确称英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持 盆定康一系列言论都被香港舆论跑风 认为是干扰香港内部事务 盆定康的言论绝对是错误 香港政权移交中国 英国不应该对香港政权改发展做出任何的干预 我认为中央在政治制度发展上当一定的角色 与干预根本是两码极的事 盆定康对香港事务这手画脚是不适合的 现在香港根据基本法 按照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原则 不应将所谓的国际标准强加在香港身上 应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求是 盆定康的言论是不负折论不知仇 英国管制香港是并无在敢推动民主 临照时才来假新兴 香港的民主从来不是靠英国人给二世中央政府给予的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央驻港机构关注香港事务是理所单狼的 反而盆定康这个末代港独才不应该只手画脚 英国在香港近150年来的殖民统治 从来没有给过感人真正的民主 只有在回归前夕策略性地做出了一些所谓民主的进展 港与直通车和平过渡 盆定康与港独论内在制度问题上的另告一套 令香港制度不能够在回归前后衔接 主要香港顺利过渡 香港回归后的民主发展较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内容 步伐更加快发展更加大 盆定康不应该再对香港的制度发展讲商讲市 这只会显示出英方想继续影响香港的企图 盆定康的言论对中英两国的关系没有好处 希望英方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 盆定康身为前感度应该谨言慎行 种种一国两制甘愣之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